VDAH Eevee OK 哈囉大家好 我是Ryu嘉明 所以今天我就和這個朋友 你們可能會想 為什麼我們現在是在外面這個大馬路走叻 其实我现在呢是要陪这个人 就是这个人去找工 可是啊 我就想vlog嘛 因为vlog你根本不需要什么题材啊 还是什么什么的 就是 你拍它 如果你看到什么你拍什么的话 其实这个就可以叫vlog了 因为这个叫日常嘛 所以 我现在就会 开始 拍这个vlog咯 跟这个人 所以我们会先去7-11 买那个什么slerbee 就是那个冰沙咯 你们应该会知道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 真的热了热了 你们看 我们要走这样长的路 我们去好7-11买好冰沙 我们就会跟他去找工 所以我们就 Let's go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是 全程用走的 因为我们想要省钱 不想叫Uber 所以我们会全程用 走的 去到7-11 去好7-11 再跟他去找工 所以 我们就Let's go OK 所以刚才我们走到一半半呢 我就想到一个东西啦 就是 我们是不是 我们两个是不是今天 我们一觉醒来是不是 然后去到学校啦 你是不是看到烟埋 不是很多 又突然很多 如果你们真的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拍给你们看 你们看 像之前呢 这样子圆圆是不是 他的烟埋是 比较不会严重 你看他们现在 是真的严重到 这样子了 所以我就讲 为什么这些人 烧东西要烧到这样 你看 口罩都带出来了 所以我真的啦 如果要烧东西 烧个有限度 不要烧到太过离谱 你看 印尼把那个烟带过来 就这样子变成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这个整个地方都有圆埋 印尼都有 三个国家遭殃 你看 所以 抽烟的人应该少一点 烧东西也少一点 丢垃圾也不要乱丢 知道吗 这个人就很喜欢乱丢垃圾 不是 他还跟我讲 他还跟我讲 乱丢垃圾是古今人的美德 谁讲过 很厉害 乱讲话这个人 真的啦 你们 我觉得 烧东西 不可以学这个YouTuber 烧东西还是要有个限度 不要烧到太过离谱 还有我的老师有跟我讲过 很像是在 我们还没有生出来 就是2005年以下的那些年份 有一次它的烟埋是真的很严重的 那位老师有跟我讲过 我的各位老师 他讲 有一次我们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 那个烟埋是不是 是 你只能够看到前方的2米到3米以外 然后3米以外过后 就会比较猛 就是可能连这个北渣 你都可能是看不到了 所以 我老实讲呢 这个烟埋算OK 嗯 所以 真的啦 我已经讲好多次了 烧东西 烧个有限度 不要烧都太过厉害了 超过 你自己也不是要死 OK 走了大概5分钟多 我们终于来到 去里的城市了 真的是 走很久 它的路真的是很长 你们自己看 哇 你看我们走到已经很远了 你看你看是不是很萌 口罩口罩 所以 我们去到7-11再见了 我终于走到 这些城市了 你们看 哇 有建筑物很爽 可是 7-11还没有到 我现在 突然跟我的朋友分离去 你们看 自己一个人在这边 孤独聆听 我呢 就在这边 爽 OK 我们终于到了 这一个 熟悉的 字养 就是7-11 所以我们现在要 会进去 OK 这个呢 等一下 OK 我知道 我们刚才去到7-11 那个冰沙机 它没有坏 可是它就是拿来关掉 可能是没有冰沙 这个不用紧 我们还可以买点的水 结果 结果 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吗 钱不见 钱就不见了 我的口袋里本来有3块的 结果 就这样子 可能是我拿电话出来要拍东西的时候 然后 就这样子 钓在大马路上 我觉得钓在大马路上 捡给来的几率也比较少了 因为 不会被人家捡走 也会被风取走 是不是 所以 哎呀 像我这样没有钱的人 3块钓 我就觉得真的很心痛 哎 我们现在又陪它去找工吧 你找工的地方在哪里 蛤 哪里 这边 我会找工的地方是这个 哦 现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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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这个呢 我的那个什么什么运啊 好运 啊好运又回来了 刚才呢 他已经问工了哈 你问工失败是不是还是成功 差不多了一次成功 啊就是他明天早上呢会 他明天早上呢会 他明天早上呢会去找那个老板来问 因为可能那个是老板娘还是 啊那个应该是老板娘 可是还是问老板 会比较 会比较 啊比较会 成功一点点 所以他明天早上呢会去问 那个老板 可能如果那个老板肯他去做工 他就会 成功 就可以当上那边的员工了 然后咧 刚才呢我们 走路回家哈 啊 走路回家哈 好运又发生了 刚才呢我有讲我的那个商费不见了哈 刚才呢我们走路回来 就在这个地方 啊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 跟马路这边 我看到 我的那个 商费在那边 诶 没有飞走哦 他一直就是在那边 他没有飞走 哇我真的真的 我很幸运啊 哇 所以 可能那个钱我会拿来花 还是不会拿来花 不知道啦 因为我当那个起初来 就是要去买冰山 那一种 冰山不见 还可以买一个水牙饼 但是哈到最后 连水牙饼都买不成了哈 我们回来的时候 哇三块在那边 我真的是 看的那个三块真的很高兴哦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有个打算就是去 对面的那个 明达哈 可能我想要去买面包子 可能啦 看咯 所以我们现在 再打算啦 嘿嘿嘿 刚才呢 我们回家的路途哈 这个是一个大水沟嘛 你们可以自己看得出吗 大水沟哈 然后呢 走到一半半的时候 我注意看那个水 我们注意看这个水沟 等一下我的面包放好来先 你们看 看不到啦 应该 里面有鱼的味 而且那个鱼是真的是 是可以给人家养的那种鱼 像什么鲤鱼啊 应该不会鲤鱼啊 就是像可以 真正是可以给人家养的 这个到底是鲤鱼 河 还是 水沟呢 那个鱼真的是很大条哦 哇老耶 可是刚才 应该还看不到啦 刚才我们是真的看到 很多 你看那边很多小鱼 应该看不到啦 因为这个手机拍的 哇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水沟 那鱼真的是 合理 这样子可以养的 呵呵 真的很奇怪 所以哈 马来西亚真的是一个 多元女主的 国家 OK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 回到家了 所以 今天的节目也可能 是已经到这边结束了啦 真的是 来回走 真的是 脚很酸 但是 我真的很喜欢 所以 影片就结束了啦 所以 如果你说我的影片 就记得按赞订阅 和分享给你说的 别人还记得订阅 我的频道 这样 你们才不会错过 我每次看新的影片 所以 今天真的是 蛮好的体验 钱不见 然后就在马路上找到 3块 3块 没有少没有多 然后 这个人 找工 也差一点 就可以成功了 哇 不是差一点 就明天去问 就有可能 达到这个工作 YES 所以我们就 下一个影片再见了啦 拜拜 拜拜 by bwd6